我可以动态的再把它贴上去 不过我贴上去 假设这一段 那可以把这一段 直接这个部分 假设是贴到这边贴上 但是你会发现贴上之后的颜色 好像不太对 其实我有装了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叫Copretty 它可以自动帮我做什么呢 格式化一下 比如颜色变更一下 像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它会帮我在涂颜色 那另外像我刚刚的方选 也是一样 这边这个嘛 如果我刚刚没放 我现在可以 Ctrl C 直接贴上 如果你们已经手机上有连上 或者是电脑上有连上的话 马上可以看到 两边是可以同步的 所以这个云端白板是即时的 我变更你马上可以看到 OK 然后如果说我颜色要变更 这边有个外挂叫Copretty 我可以马上 原来我贴上是黑白 那以前我就很头痛的贴上黑白 不好看 那怎么样把它变彩色的 这个好像没跟各位讲过 其实那以前就是慢慢要 给它涂颜色 哇好浪费时间 每个地方怎么涂颜色 所以像那个在Google的 那个云端的文件里面 就会有个Copretty外挂 它做出来就类似像这样子 它会怎么样 自动帮你把这个程式全部都上颜色 感觉会有点像在VBA里面那个样子 那这个功能其实本来没有 那怎么把它加进来 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说 这很麻烦 我要把它涂颜 因为我给你们黑白 感觉好像看起来 其实不是那么好看 所以我就想说 Google的文件里面 有没有一个外挂 那Google文件里面有一些 可以取得外挂的功能 有没有 那所以我就想说取得外挂 那外挂的名称应该找什么 因为那个程式是call 所以我就找一个call Enter一下 后来发现 它就跳出这么多选项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call pretty 我想说call pretty pretty不是漂亮 那让程式变漂亮 好像是我要的 那我就怎么样 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呢 它就自动帮我安装好 在这里 有一个外挂 call pretty 那我就试试看 它说要selection 意思就是选取 那我就选一个范围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format selection 按下去 整个马上变漂亮 这功能真的好用 提供各位参考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整理 你自己写好的笔记 怎么样 你也可以自己再贴到云端 我想慢慢各位要 就是习惯的话 你可以从什么 新增一个google文件开始 刚刚讲的都是文件 ok 所以也许趁这个机会 除了学VBA之外 也把云端好好学会 因为我现在云端里面 放了非常多东西 我现在的储存空间有1.2TB TB的话等于是1000个Giga 1000G 但是我还没有全部用完 我大概只有用到200多 而且目前的那个我的 我目前用的是完全免费的 google是没有说我半毛钱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1TB 一个月要330 他是没有说我半毛钱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是比人家找第一步 因为他刚好有一个什么方案 然后我就想说 我试试看好了 像什么在地想导 所谓的在地想导就是说 只要你去吃喝玩乐 google地图上面会有要你评论 还要上传相片 那我就比人家早一步 他只要250分就送你1TB 那刚好我第一个讯息 我大概一个礼拜不到 我就得到250分了 那马上就升级 他马上就送我 可是后来的人就没有了 手脚快的 后来好像有送 大概送100G而已 而且好像分数要非常的高 那所以我在那个google 如果你们有兴趣 可以玩玩这个google地图 那google地图里面 不知道都没用 吃喝玩乐都可以 而且我现在出去吃饭的时候餐厅 我都一定要找4颗星以上 而且要看一下评论好不好 评论太烂了 就不要去了 因为那个就地雷 所以如果有雷字的话 分数太低真的不用去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也评论很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你的贡献 我现在的贡献 目前的话 我的分数最高 都是第十集 我现在的等级是第八集 两万三千多分 然后我的评论这么多 有很多 一堆 然后我的相片 总共传了三千多张相片 观看次数是六百九十几万次 所以应该算起来 算蛮踊跃在丢的 所以很多人也会看到我的那个 你会发现 反正它会秀出来还蛮好的 你可以随时看到 你到过哪些地方 然后它也会 有个功能还不错 因为我也会上传到相片 所以每天它会 一段时间就自动会丢一些 你曾经在几月几号 到过哪些地方的那些照片 然后让你回味一下 比如说去年的今天 可能我在哪里 可能我去京都好了 三年前 它就会把京都的相片 传回给你 让你又蠢蠢欲动 想说三年前的今天 我在那里 那今年的这个时候 为什么我在这里呢 开玩笑的 就会想说会不会有机会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建议就是 尽量善用云端的一些相关功能 那我是利用那个刚刚讲的就是程式码 这个是利用Google的文件 去做出来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刚刚有同学问到的 就是说向下追踪 有没有刚刚有提到 比如说我向下追踪的范围是 这个清除好了 我们刚刚这个清除 那清除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是三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向下追踪 现在应该是OK啦 可是如果你要向下追踪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踹一下 游标先放在A4 有没有 Ctrl向下 你会发现哦 它停在哪里 停在第14列 为什么 因为这边会多一个这个东西 那你有几种处理的方法 一要不就把它删掉 要不就怎么样 追踪到的结果 减一 好那我们应该不要删掉 好那你就知道 追踪到的结果减一 所以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呢 你就是直接在这个clear 那写法特别注意 先把13离开掉 一 二的话呢 请你在后面 空格end 因为我要串接一个 它在哪一列的讯息 那个我常讲的很重要 你其实也不用10倍 你可以把刚刚的动作 游标放A4向下追踪 你可以把它慢慢跟这个程式连接在一起 A4 然后点向下追踪 end 向下 前刮弧 向下就出来 上下左右 然后在后刮弧 点什么 点Raw 因为我要向下追踪到它的列号 程式就打完了 就这一串 OK就这样子 可以看得懂 只是说你要一下把它背起来 然后有点困难 不过也不用背 前面好像也都有 记得减一就好了 这样都OK了 所以这一串 未来你可以拿到哪里呢 拿到其他地方也可以用 哪个地方呢 这边也可以吗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个 复制贴到这边来 有没有 其他地方这边也可以 那我们试一下 基本上应该这样子把它执行 清楚的话 OK 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你要熟练这个打法 可能要一点时间 要打到顺 大概至少我评估过 至少要打个十遍以上 你就会顺了 打十遍之后 我想你闭着眼睛都会打 用R代替OK 那假设 因为如果你直接放在这边 感觉好像有点太长了 卡卡的 对不对 所以我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说你可以怎么样 设定一个R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一串 这一串 你可以把R 这个东西先丢到R里面 然后呢 在M的后面空一格 加一个R就可以了 你看得懂这个意思吧 这个先丢给R R再放过来 这样好像干净一点 不过两种写法都OK 只是就看你自己的习惯 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刚刚讲过了 程式好像越短越好 你这样写两行 感觉又多一行 好像有的时候我就干脆 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重复被使用的话 理论上我就会写在一起 但是如果说理论上有很多地方都会使用到这个R里面的资料的话 那我就会把它独立在一个R的变数里面 我这个概念应该可以理解啦 也不用真的不用死被 其实你理解之后 懂了 第二步就是 再来就要熟练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懂 听也听得懂 但是做不出来 OK 所以特别注意 我希望这个课程上完每个人也懂了之外 也都能够熟练 只是说我们最后是没有办法给你们的什么 期末考 期末测验 因为以前在学校 大学里面是可以 期中考期末考 那我都考什么 考上机测验 考什么呢 把我们上课讲到的所有函数 跟VBA 在一提三十分钟内 做出来 做不出来 你就不及格 就这样子 所以我其实要的就是你要懂 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熟 不是只有懂啊 不熟 打不出来 成事想半天 那没有意义啦 所以基本上呢 回去 不用太多 你就把我讲的东西 再从头做过一遍 做得出来 其实已经算很厉害了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 试试看吧 我刚刚主要的重点 一 我刚刚有call pretty这个啦 你可以玩玩看 取得外挂 如果你没有熟练用Google的文件 我是建议可以玩玩看 第二个是 在这个地方 去用追踪的方法 也许你可以加一个R 那也许这个清除版 也许我可以再把它 再上云端 所以如果把它上云端 我就把它贴到这里 贴到这里 所以你们等一下找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找 那我一样用什么call pretty一下 不然贴上黑白的不好看 就放在这里 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用 试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